以后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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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集结所有精锐 把世君的叛贼捉拿归啊 抗命者 杀无赦 是 殿下 事已至此不能再犹豫了 叶清染深夜带兵 直闯寝殿 莫不是要逼宫谋反 三哥 你这是何意 父皇 已经驾崩了 父皇驾崩了 叶清染 你果然反了 拿下这军叛党 走 九夕杜皇 万物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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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夕杜皇 住手 万物独尊 叶清然 原来你私下也豢养军队 我乃引卫首领 奉皇帝御旨 辅佐四殿下继承大统 名正言顺 不可能 你深夜带这么多亲兵进宫 刺杀父皇 谋朝篡位 你对得起父皇吗 四殿下乃是叶氏一族 命定的世代暗龙 从出生便注定了使命 唯有四殿下登基为帝 夜时才有百年昌盛的希望 从一开始 圣上主义的接任者 就只有四殿下一人而已 而四殿下又何须刺伤圣上 你说什么 父皇主义的接班人 是你 没错 这么多年了 父皇一直在默默地培养我 我以前的乖章行径 也都是伪装 就是为了让天下觉得父皇 不会传位给一个如此不堪的皇子 如今我身负大人 更不能让他老人家一手操持的天圣 毁在这一群叛贼手中 原来是这样 西承然竟然是你 父皇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我知道了 四殿 我们中计了 是容景告知我 您今晚会逼宫谋反 还给了我一封假仪诏 让我进宫来抓你 并助我登上皇位 我趁乱混入宫中 想要护驾 不料你居然真的来了 看来我们都中了容景的姬 一定是他杀了父皇 然后再让咱们自相残杀 让天生大乱 这是容景怂恿我 谋仇仓位 用来继位的假仪诏 这上面的笔迹 别人分不出真伪 你一定知道 容景 他给予我天上有血海深仇 那父皇一定是他杀的 只怪我允蠢至极 居然会上了他的当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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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来迟了一步 儿臣对不起您哪 三殿下为了救陛下 须与为疑 我们进宫是为了 见机行事救陛下 没想到容景杀了陛下 嫁祸给我们 为的就是让你们皇子 自相残杀 这招太毒了 报 秦都官来报 逆贼容景一行 已从南宫门讨出 封锁全城 缉拿叛贼容景 是 将他们收押 陈柳 跟我去抓人 是 琴都官明知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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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都官明知故乱 辰 怕是死罪难逃了吧 三殿下这招真是绝呀 我死了 就没人知道你们的秘密了 我可以留下 但其他人 还请你高抬贵手 我真想不到这话 是从你容颈嘴里 说出来的 这么多年了 为了你 我甚至做出了 不顾身份的事情 而你对我都是冷言冷语 你羞辱我之事 可想到会有求与我 高抬贵手之日 人生在世 总会有很多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不是吗 我秦玉宁最讨厌 两样东西 一个 就是意想不到的事 还有一个 就是伤害过我的人 容颈 今天这笔账 我一定会跟你算 所以秦都官 是想在这里动手吗 我知道你不怕死 杀一个不怕死的人 岂不是很无趣 可是我若杀了云浅月 你还能这般无动于衷吗 秦都官什么时候 也学会了这套 敲打人的手段 你一定认为 我是在吓唬你对吗 此番事变 是你一手策划 云浅月辅助行事 这是事实 还掩护你从死牢中逃出 又参与今晚的逼宫 宁日宫中 肃清叛乱之后 你认为 他拖得了干系吗 你我二人之事 秦都官为何总是要扯上云郡主 我当初接近他不过是迫于形势 利用他罢了 至于感情 那都是逢场作戏 秦都官怎么还当了针了 秦都官员 荣景啊 荣景 原来你是这么无情的人啊 荣景 你说什么呢 真是好戏联台啊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 让我可以捉人成说 你怎么抛下我一个人来涉险 都不跟我输一涉 云郡主 我为何总要把自己的事情 全部都告诉你呢 方才所言你没听见吗 你在说什么 天圣上下 有谁人不知 我从来最厌恶王库女子 郡主不学无术 任意妄为 对亲戚书画一无所知 我门帝高贵 又怎会看上 粗鄙如此的女子 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 那不过是为了利用你 摆脱追兵的权宜之计罢了 郡主可以把那几日之事 当作难科一梦 往事如焰 现在 梦 该想了 荣景 云浅月 你若再缠着我大哥 他会放过你 但我不会 你 你 四殿下 容景呢 下官眼看就要抓住他 可是 云浅月突然杀出 救走了他 小丫头还在 是 他们一起逃离了 众将士听令 荣景谋害先皇 陛下驾崩 不论生死 都要给我缉拿归案 至于云郡主 绝不能伤他分毫 是 一把 不论 实际上 你 我 要把他 能不能 这么做 你 没有 没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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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娘娘快快请起 这是折煞老臣了 你叫我 先帝昨夜崩逝 留下一诏传位四殿下 什么 新旧更替之际 城中暗涌不断 陛下担心娘娘安危 命臣将府中家眷接往宫中 这圣旨已是秘旨 娘娘速速随我入宫 免生事端 世子怎么还不回来 早知道我跟他一块儿许了 他刻意留你在此 正是为你着想 可算平安回来了 叶青燃已经进行全城搜捕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还是另寻他处 暂且容身吧 好 有人来了 是君主 阿洛 住手 让他们住手 为了我们的复国大义 云浅月必须要死 现下我杀不了云浪王爷 并要杀云家的人陪葬 我自己的事情会处理好 我自己的事情会处理好 你们先去前面等我 驾 驾 我们走 驾 驾 如今 云 容婧 该说的我刚才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郡主何必执迷不悟 我知道 你是当着晴云您的面 故意这么说的对不对 我是你的妻子 自己的外团 在新来的选择 可能是没有 你说得很难 他们的一个国内 您不愿意 对 你不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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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不暖无忧 红尘又闲 总为爱就对 感受你喜悲 远不温无恙 红尘又闲 总为你谁最 无怨也不悔 不温无恙 不温无恙 娘娘却只是皇贵妃 天圣先帝留有祖宣 天圣皇后必为云家之女 如今陛下贵为天子 当然要以孝为贤 怎可违背祖训呢 可郡主本无意入宫 更是与景世子两情相悦 难道这后卫 就一直悬空着 先帝去世虽是伤心之事 可陛下登基毕竟是喜事 您为何如此难过 心神不宁 我并不在意这些 我只想跟我心爱的人 相守到老 如果可以的话 我宁可跟他做一对 平凡的夫妻 每天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 可惜我们生在皇室 平凡的日子 都竟已是奢望了 如今又卷入这深宫之中 怕是这辈子 都难以得偿所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哥 他们都想得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那么好吗 在求而不得的万万人眼中 他自然是好的 他们都羡慕我 可谁又知道我内心的苦处 从小父皇便把这个枷锁夹在了我身上 一言一行都要符合一个储君的规范 日复一世 年复一年 爱而不能 求而不得 连痛苦 都要把我分寸 我想 父皇是知道哥哥的苦处的 所以四哥在少年时期 偶尔肆意顽皮 他也不曾怪罪 小爱是希望 四哥在有限的时间里 能够享受到更大的自由 四哥你忘了 父皇是最疼爱你的 清朗 父皇走了 这千金的重担 压在我身上 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 连呼吸都觉得困难 哥 我相信你 你这个位置 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 你会借过父皇的权柄 成为全天生最引以为傲的皇帝 嫂嫂 崇散 平 平 s 嫂嫂 皇嫂 她所谓的了无生趣 无法自由地生活 是否也包括娶了我 嫂嫂莫要多想 帝王之路本就孤独难行 她只是太累了 这条孤爵的路上 若是有相爱的人相陪 想必会轻松许多吧 我早该猜到 她心里的那个人不是我 狂骚切莫妄自菲薄 眼下四哥千头万绪 你一定要坚定地站在她身后啊 当然了 我怎么舍得丢下她 只要我能为她做的 我会信我所能帮她 只要我先爱上她的 不过 下去吧 是 来看我笑话 现在满意了 三哥 你明知道我从未这么想过 你不要叫我三哥 我们不是兄弟 父皇从来没把我当作他的儿子 他以锻炼为名 叫我贬去月秦那么多年 边地苦寒 天佩琉璃 却被告知 原来只是为了给成就你的弟爷铺路 那我这些年做的一切算什么 所以是不是你联合容景谋朝篡位 逼宫造反 事又如何 这一切 有那么重要吗 我求而不得的东西 你却轻易得到 既然父皇从一开始就主意于你 为何还要一再给我希望 我这些年做的一切努力 在你眼中是不是很可笑啊 秦皇白口自古如此 秦皇百口自古如此 竟是我既然落在你的手中 要杀要寡随便你 明日我会下旨 封你为侯 执掌月轴 此生 不可再踏尽天上半步 叶青然 不用你可怜我 我更不许你假仁假义 不管怎样 在我心里 你永远都是那个小时候 带着我舞剑玩耍的三哥 月轴贫洁 气候苦寒 你自己保重 一直走 走 你 过来过来 没见过 走 你 走 昨夜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放下吧 明月 你知道吗 就好像我的出现 在别人的命里注定是灾祸一样 我生辰那日结果被灭 林默默以死相互助我逃出生天 是慕容家收留了我 待我像亲生儿子一样 可到最后呢 还是攒造灭门 可这都不是你的错 是 自慕容家被灭门那日起 我就告诉自己 和周遭所有人都要进退有度保持距离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只有这样 在失去时才不会有 追星刻骨之痛 如今我知这身渲绕 是岂国赐予 我聚聚度行 在这苦难的世界 是因为我的奸绕 背负着重大的事和责任 公子 对于岂国的百姓来说 你是他们的骄傲 因为有你这些年 在天圣地辗转筹谋 他们才不至于落得 身亡灭族的下场 这些年来 你虽然不知道 自己的真实身份 但却谨记慕容将军所言 为岂国的百姓筹谋 岂国的百姓 也因为你在朝上的妥杀安排 才能在天圣的周边落脚 难道这还不够吗 责任 这责任与我而言 就像是枷锁 是辽阁 是九龙 可却也真真切切 是我的原罪 老师 早知如此 不如从一开始就不要让我踏出 离开境地的那一步 不要教会我什么是爱 什么是鱼 公子 我理解你对郡主的爱重 也许 也许有一天 也许有一天 你们能重演的 往日情分 不是 我自己发生 不是 我自己发生 我自己发生 有的 不要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我回那聊吧